這次為何會有這個小組 是因為分拆了三個小組 人數少了 變相每個人 發揮自己的特點和長處的空間會更加多 會令大家更加看到我們每個人不同的閃光點 每個人的身上 這個小組和這個曲風都很新鮮 可愛一些 以往我們的MIRROR都比較帥 這次的份詞是由Serenity 修老份詞是一種很流行的愛情的告白感覺 這些東西就是要讓聽眾覺得 整件事陷入一個粉紅色泡沫的一面 好像在吃草莓那麼清新的 那麼甜 中間又有大一點酸的不同的感覺 MV我自己都覺得是 看完會有一種會心的美少 自己看完都覺得這幫男生都挺可愛的 挺活力、挺青春、挺陽光 我覺得我們四個做這件事是很合適的了 要保持這麼高糖分的確是有點難度的 因為怕打糖尿病 有空吃一下好了 希望我們的出現 令大家苦悶的生活有一點甜 那麼直白、甜、絲絲的一個歌詞 我覺得這個MV也一定是需要一個女主角 這次第一次和Aprim合作 我一向知道她是一個很有名氣 很有才華的演員 臨下班前我才猜她用去跟她說了兩句 可能怕尷尬 我們四個都真的挺害羞 我覺得最後一幕放煙花 真的很大聲 找仙女棒 其實也挺青春的 接下來我們這個組合 應該會陸續繼續有一些不同的表現 我想2025年應該會頻密地見到我們以這個小組形式和大家見面